打开网页琳琅满目的商品看得头昏眼花 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的雅虎奇摩 如今却传出这回要卖的对象竟然是自家电商 至传正积极寻命买家 包含东森公务董事长王立玲 私募基金公司都有意出价收入麾下 很多人他们对于电商这块市场 他们还是认为未来这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商机的 他们就会想要进来 所以现在是狼有情 妹有意 那现在就看价格怎么谈了 面对市长传言雅虎奇摩表示不予回应 倒是东森大方表示却有此事 似乎也预告了台湾电商市场 未来恐怕将再掀起一场腥风邪雨 莫立曾攀上巅峰的网家 今年却连年失利引发高层人事更迭 近期总座换成I妈咪执行长上阵 期盼重振士气 但不止网家富邦美股价 也从千金股跌落神坛 电商疫情红利泡沫化了吗 从所谓的有商店走到所谓的无商店 但现在要开始走虚实合一 会花到很多的一个成本 但现在这几年景气状况不好 再加上股票的一个状况也不好 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取得足够的一个资源 有网友日清也在网上发文 询问用淘宝买东西的人多吗 有人认为虾皮品质较高 有网友点出虾皮是从淘宝进货 引发网友论战 靠着疫情大阵异禀的电商事业 随着疫情光环退却后 如今面临重重关卡 三天新闻女士甲刘富辞台北报导